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绍 最近美国相关媒体公布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显示的内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美国一架FA-18战斗机携带了一枚大型的导弹 那么它带的导弹是什么型号的呢 据说是由舰载的标准六型导弹改型而成的空空导弹 或者是空地导弹 那目前FA-18它携带的这个标准六用于反舰 还是用于空中拦截 目前呢还没有太多的透露 我个人看法应该说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因为标准六导弹的比较大 而且的发射速度比较高 那么用它进行反舰 对一些中型的军舰可以构成较大的打击和破坏能力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 那就把标准六从舰空导弹改成远距空空导弹 我们知道美国在空空导弹的射程方面 可以说近年来有所落后 空空导弹的最大射程 现在也就顶多是120公里 顶多到150公里 和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开发的远距空空导弹 相比呢有比较大的差距 美国现在比较早急 如果是在远距空弹方面 它不占优势 甚至处于劣势 那么未来的空弹 它就很难夺得制空权 那怎么办 研发新的远距空空导弹 途径之一 但是这个周期是比较长的 需要相关的部门投下巨额资金 用比较长的时间来开发 开发成功之后 还要用很长的时间进行试射和实验 最终能否成功 不好说 那么比较现成的一个办法呢 是拿个头稍微小一点的地对空导弹 或者是舰对空导弹来改进改型 把它变成远距空空导弹 其实呢 用地空导弹改成空空导弹 已经有先例 这个先例就是伊朗 伊朗曾经从美国购买了F-14重型战斗机 那么这款战斗机 美国海军是作为舰载机使用的 它能够挂载远距空空导弹不死鸟 同时对空中多个目标进行拦截 那么伊朗在当初引进F-14战斗机的过程中呢 也购买了大批的不死鸟导弹 但是随着时间的延迟几十年过去了 这些导弹已经老化了 不能使用了 怎么办呢 它用少量还能够使用的F-14战斗机 加装他们自己改型的一款远距空空导弹 那么伊朗的这种远距空空导弹是怎么来的呢 是拿美国当年卖给它的损失地空导弹 改型而成的 随着地空导弹个头不大 是一种中程拦截的导弹 那么现在把它改进以后挂在载动量比较大的F-14战斗机上呢 应该说基本可行 那么这个经验现在被美国学去了 美国当初退役F-14的时候 把所有的F-14战斗机全部销毁 切成一块一块的 就怕伊朗得到相应的技术 但没想到伊朗被迫说采取的相应的改进技术 现在被美国学到手了 它也把地空导弹 电空导弹改成了空空导弹 当然最终这款改进型的远距空导弹 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它的最大射程是多少 拦截精度如何 和这个我们还需要后续观察 但是不管怎么讲 很多技术的发展是共通的 有些路子可能不管是哪个国家 走着走着就输入同归了 好 今天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你的朋友 我们可以在后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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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